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邱招财 我这次在展览棉镇的一种世界 那在这里头我有选择一些 一些在生活中的一些经典 或是象征 或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物件 譬如说像我身边这个101 那后面有西洋棋 国王 皇后 像奖杯 这些都是某种意义的一个象征 那它背后其实都代表了某种价值 或者是意义 那我会觉得这些作品其实在说 我会觉得这些东西它在 相对于它背后的意义 其实它是一种站岗的姿态 都是直立站岗的 那我把它黏人化之后 我会觉得也许它早就已经累了 它早就已经疲软了 所以黑色其实就是像一个影子 比较像是内在的东西 也许它早就对它所去捍卫的价值 早就已经不再去这么坚定 也许它早就疲软了 两只个人大概上去10年4年 就是大概 比较相同部分大概就是互动 就是最后女生跟人家互动的关系 它不一样的当然就是可能 自己生活的环境 尤其那时候是比较接近学生时期 那现在在社会比较久了 其实很自然的作品的呈现 会不太一样 就是大概作品 就是现场就是 大部分作品就是一个未完成的 然后完成度都不一样 那可能在转闪吃 就会去慢慢地完成它 那其实 因为我们常常看一个展览 作品完成 它其实有很多看不到的东西 然后包含它内部机械或机械 那可能在这段时间来看的人 也许就可以看到这个部分 更容易做到 对 是 那么 感谢观看